Alex,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港股就知难玩的 究竟还有没有一些股份是觉得你有机会 都博一个 博他现在可以低位买入 迟些可以慢慢有增长有收成 你之前都说可能好像过往 要选一只腾讯这些股王出来 已经很难了 还有什么股份说 现在是你觉得自己有心水 可以开始低位收集的呢? 其实都很难的 因为你现在不止那时候的腾讯或者澳门 你觉得是会这么容易选择 那我想就 就是比较上我们自己喜欢一些 就是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就是水母 那跟着你 就是有些转变的公司 我觉得就 联想其实都其中一个 不过就是 就是有些瑕疵的 那你转做 就是Servicing那边 我觉得是有些机会 希望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始终你都是会 因为你确实还是要注意力的话 始终那些人都可能会担心 你那个 就是拍市的问题 那这个都 都会在那里影响着它 就可能你 那个Rerate 过程是会比较波折一些的 但是我们都觉得 long time 可以好一些 那还有一个霓到七彩的电影 我觉得都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那最主要其实就 不是因为ViuTV的改变 而是因为它 就是之前 很久之前 其实它中了一个 EMPF 那个平台的 那个表 那个可能 即是即金二平台 是吗 是的 可能将来来说是一个挺好的 但是我想因為這隻股票實在太煤了 所以就不是太過容易 也都是,但是我覺得起碼的下跌應該未必太多 其實如果你看回 如果拉長十年八載的電影圖來看 其實它的回復是不錯的 不是說真的太差 而且我覺得它之前帶股東有個大規模的BIT 就是問街外股東拿了抽股票用五元留上的價格 其實應該有些辦法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是要很長線的部署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坐下 當然看的用品可能是短一點 另外看的用品股我覺得都剛才說過 那另外就明顯如果你說近期紅的話就碧桂園了 因為碧桂園服務應該說 因為首先碧桂園它本身那個保育的額色是很低的 就是碧桂園那個借錢的能力都還是相當之不錯 就是沒有公司那些人不會太擔心 另外它明顯是在那個物館那裏成為了一個好的所謂擔心資料 就是你這段時間是夠膽在這個環境之下收了兩個項目回來 那些人都覺得你在這個環境之下作為一個擔心資料 其實我覺得價值是比較高一點的 你簡單說就是如果想駁短線就是李寧和迫伏 就是體育用品股包括李寧 其實就未必一定是短線的 只不過是短線有得 就是短線的話可能你炒作的程度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譬如聯想啊電影啊那些東西 就是你可能是要放久一點的 就是以練計的用不用啊 是的就是因為你不知道那個revaluation 還有那個瑕疵 其實就是如果你說992的話 其實那些瑕疵放了在面前的嘛 所以你可能是要一段時間才re-rate的嘛 所以我覺得是你要等它 就是這個fundamental去說服市場 又要博自己看得對 但是那個直播率我覺得是在的 就是那個oughts是favor 但是就那個timing就可能太早了這樣